小朋友们坐在一起专注地看着舞台上精彩的演出 2024中山家庭日活动 8月24号在中山区公所10楼大礼堂举办 特别邀请国内知名儿童剧团 海坡儿童剧团 带来疯狂博士奇幻谷儿童剧演出 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一同来参加 就连里长也带着小孩一起同乐 很开心这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因为其实自己就在这个大楼上班 那刚好有看到公布栏有张贴这个海报 那家里又有两个小朋友 所以特别呢就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就抢先 一开始 10点一开始报名我们就马上我就上网 马上就抢报名这样 那也很开心有报名上 那也 今天就来参加这个活动 也希望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我感觉还蛮棒的就是其实让小朋友多方面的体验 那如果小朋友也因为这个体验有喜欢 我们后续也才有后续的他们有相关活动 我们也还会再去参加这样子 其实我也是在曲公所的一楼有看到 看到他有贴那个活动海报 对然后我没有留意其实是我同事跟我讲的 那我觉得真的很贴心办这样的活动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亲子同乐 而且又是剧场是小孩最喜欢的 对然后要来 所以我们很快要上去报名 听说是秒杀 对我们就快速的报完 然后成功的通过之后小孩很开心 今天要来的时候就超级开心 最后还睡不着 对 重点是离家里近 然后又免费 对然后又是 可能像夏天天气很热啊 可以带小孩来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很好很棒 对 今天又是我们中山区 我们中山区大家长 我们新任区长办的活动 所以我特别来支持 那刚好我有一个小二的 以及一个大班的小朋友 所以刚好来这边参加 然后听说海坡儿童剧团 是我们台北是非常有名的剧团 所以一定要带我们小朋友 来一起参与 活动当天 立委王洪威以及中山区多位里长 也到场共享盛举 感受现场欢乐气氛 中山区公所以基层 艺文民俗表演活动 结合人口政策宣导 规划中山家庭日活动 每年都受到亲子热烈欢迎 150位名额 在开放报名10分钟就额满 未来区公所也考虑扩大举办 举办家庭日 其实是为了要凝聚 我们市民的家庭的凝聚力 还有让亲子之间 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聚在一起 然后让我们家庭 能够更欢乐的存在 也让小朋友 不会惧怕成家立业 这不是第一次 我们在111年 110年和111年都有举办过 因为反应非常的热烈 所以我们今年再次用 儿童剧的方式来举行 今天播出的这个剧 是他们新创作的 所以有结合奇幻冒险 和叫做环保主题 所以我们觉得能够寓教娱乐 再次邀请他们来 民众反应非常的热烈 我们大概十分钟 就已经额满了 但是场地的限制 所以没有办法提供更扩大 我们是想说 将来看是举办多场次一点 或者是再找大一点的场地 这个都是我们将来规划的方向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是以改善社会风气 端正善良风俗为宗旨 那我们长期在致力于推广 传统文化还有民俗活动 那我们在112年4月的时候 有推行孝行楷模表扬 那就是希望说从小培养孩子们 孝行美德的观念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中山区公所 一起来协办这个活动 那中山区公所非常的用心 在每一次的活动 都投入相当多的人力和时间 那我们也预祝这一次的活动 可以圆满順利的成功 大人和孩子们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共享亲子欢乐时光 今天是我们中山区公所 举办的家庭日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其实别出心裁 是请到了海波剧团来演儿童剧 那这个之前呢 是在网络上开放报名 那么一开放之后就秒杀 那代表我们很多的家长 跟小朋友都很喜爱 这样的一个家庭日活动的形式 那这样的话真的是寓教于乐 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 还有甚至阿公阿嬷 一起来带着孩子来看我们的儿童剧 那么事实上我觉得真的能够达成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活动 然后也可以传达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剧团的演出 然后给孩子一些有关环保跟食安的一些讯息 中山区公所举办家庭日活动 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儿童剧 鼓励家庭成员在忙碌的生活中 抽出时间彼此陪伴增进家庭聆聚力 一起共享欢乐时光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间订阅 我们下期间订阅 我们下期间订阅